刚才讲的写数据流程,我们再来一个读数据流程 读数据流程其实比写数据流程简单的多了 这个就很简单了 肯定也是要有Name node来参与 Data node更要参与了,数据都在Data node的身上 Data node也要参与 好,这个样子啊,然后这是一个Data node 这是01 然后这里是02 03 然后又04 好,假设有一个客户端在这里运行 客户端 机器 然后呢,他想就做一个操作 比如说 gat一个文件好吗 下载一个文件吧 AA下载比如 Tjdk. DGZ 还下载这个文件 它下载这个文件的时候,它是怎么一个过程啊 首先 这个Name node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免数据呢 这个里面是不是肯定记了那个信息 假如他记录了那些信息啊 记录了这个文件 这个AA下 一个Tjdk. Tjdk 假如呢,他有好几个block 比如说block 1 然后在哪些机器上呢 在颠1 1 1 2 还有颠4 就这样 6吧 够小了 还有block 2是吧 可能在颠 2 颠3 颠4上太小了 7 72 不能用7啊 只能用8 好吧 然后他有记录 就两个block 行吗 两个block 那这个block1 在这儿的 怎么我怎么画完这个美 颜色吧 这个假设是 是 block1是吧 block1 然后还有 block1在 12 4 还有block2在 2 3 4 改个颜色吧 234 行吗 我少了那个2也没改 这个地方应该是个blk 2 这么样子的 行吗 客户端要下载了 客户端要下载 他首先会怎么样 发送请求吧 说我要下载这个文件 是吧 1 请求 读 数据 读哪个路径的数据 AA下的 GDK 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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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node呢 就帮他去查原数据吧 查原数据之后是不是把这个原数据信息就返回给他 返回给他 返回 原数据 信息 当然这里面带的是不是就是这么两个block 我看 怎样 返回给他了是吧 好了接着这个 客户端 他就会干嘛呢 说先找这个部落个1这一块 因为他应该是文件的前面的嘛 文件的头部的 他就去找 他找谁啊这里三个人都有124 谁最近吧 那都一样近是吧 那就随机挑一个 然后假设他挑的是1 假设他挑的是1 那他就会干嘛 相对1干嘛呢发出一个请求吧 发出一个请求说来我要读一个东西 请求建定连接嘛 请就读数据然后建定连接 然后第3 请求读取 Block一个编号为1的是吧 那个编号是不是就是那个block的那个文件的名字 好 然后这个Dynote是不是就会帮他去读啊 连接建立好就开始发数据 发数据嘛 他用一个本地文件输入流读吧 可以吗 Dynote是不是也是个程序 他就读他这个机器上的那个目录里面的文件能不能读啊 能读吗 就这个本地文件 输入流就开始读 一边读就然后就用一个什么发出去 网络输出流嘛 等读进来 二进制 然后写了这个网络输出流 网络输出流是不是就把它通过网络就发送出去了 这个连接我们刚才进好了是不是发给他了 他 那就收了客户团这边的API就收一个网络 输入流 就收下来收下之后然后写到一个 本地文件 输出流里面 然后这个本地文件输出流嘛 他肯定的事情是不是构造好的 构造好了之后会指向一个文件的 这个文件 你get的时候 说get的当前目录下来就 那就在他当前目录下就生成这个文件了 这个文件的名字就叫做jdk. jdk review dk 我就开始写 然后你很收收收收 第一个blog 这个是什么颜色的 红 unquote 写收收收收收收啊 写进来了 写进来了 第一块是不是完了 完了他就把这个流干嘛了 打 hablando 我啊 然后重新 再请求谁 在看blog Championships里面跳一盏机板 我在blog�� 있었果里面 Block2是不是在这个三台机器上有啊 那就随便调一调 假设调的是3行吗 然后那就请求这个去了 这个过程是不是一样的 请求它 这个是第 第4 请求读取 Block2这个块 然后连接就建好了吧 连接建好了 然后这边就开始传数据了 一样一模一样的 我就不再画了 像这里画 那样读数据 用网络流嘟嘟嘟嘟嘟嘟就开始发 然后它这边就开始收 一边收 是不是一边往这个本地流里面继续写啊 那这个本地流就继续往那个文件里面写吧 然后接着第2块就来了 是这样吧 然后第2块的数据是不是继续追加的 往这个流里面追加的 最后这个文件是不是就完成了 整个文件是不是就好了 好吧 这就下载了 啊 这个是第1 最后一个 第5 传输 数据是吧 传输数据 行吗 这就是一个 读数据流程 所以这个 比那个写数据数据要简单一点 写数据还设计上元数据的更改啊 然后还 还要副本呢 是吧 比较复杂一点 好 这也是客户端 从HDFS中读 数据到 楼上 行吗 我给大家讲完了 然后大家自己要去多总结一下 好吧 自己去写一些笔记总结总结 不然的话你没有印象 然后你自己经常多去看一下这两个 这两个图 自己多去看这两个图 多看 然后你自己能描述出来 自己能描述出来就OK了